二零零三年由交代一群學生創辦的無名小站 是臺灣非常知名的部落格平臺 二零零七年時以七億臺幣被雅虎奇摩併購 不過受到臉書等社群網站崛起的影響 雅虎奇摩宣布今年底將要結束 無名小站與奇摩部落格的服務了 雅虎奇摩昨天發表聲明指出 從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六號開始 將終止無名小站跟奇摩部落格兩項服務 會在九月二號公佈搬家備份轉職等服務 這個以正妹貼圖票選贏得許多年輕網友 親愛的部落格平臺 近年來卻因為臉書等社群網站興起 日趨沒落即將關閉 那個其實是看妹的一個好方法 也是一個聯絡的好東西 而且那上面可以分享很多心情 所以蠻可惜的 FB出來的時候會比較常用FB 所以就最近聽到消息的話也覺得還好 成立於二零零三年的無名小站 是由六位交大學生共同創辦 從學術網路走向商業化的過程中 引發了不少爭議 在極盛的時期 無名小站的流量曾衝到全球第十六名 吸引了雅虎奇摩在兩千零七年 以七億台幣併購 但最終仍不敵新興的網路社群服務 二零九年以後臺灣用臉書的量越越大 那這個一定衝擊掉 因為流量就很明顯就下來了 一兩年最明顯 還沒辦法賺那麼多錢 所以資源很明顯變少 惡性循環了 許廷耀表示近年來 雅虎奇摩主推新興的微網誌 能夠應用行動網路的普及 備受好評 臺灣雖然還不是很流行 但部落格在臺灣 其實已經流行很久了 也很難再有創新的服務 臺灣的網路發展趨勢已經落後 其他國家許多 其實這個現象也不利於 網路產業的發展 藉由陳舒均 陳立豐台北報導